各位, 上次那個驚無名突然間在樹林裏頭出現 殺了林仙兒兩個人, 最後剩下那個藍衫青年了 只要驚無名拿劍尖頂著那個青年的咽喉 我一出手, 就可以拿你命了 你信不信呢? 那個藍衫青年看如雨下, 嘴唇咬得出血了 你...你不如殺了我吧 你想死嗎? 大丈夫死又何懼?你儘管下手吧 藍衫青年雖然拼命想裝出誓死如歸的豪氣 但是裝得又不太高明 驚無名就說了 我如果不想殺你, 你也想死嗎? 蛤? 藍衫青年打個得了? 如果有機會不死, 又有誰真是想死呢? 聽見驚無名就說 我知道你本來是想為林姑娘而死的 讓我覺得你是個英雄 但是你如果真是死了, 他還會不會喜歡你呢? 即是他如果死了, 你又會不會喜歡他呢? 蛤? 藍衫青年一聽就說不出話了 他覺得驚無名那把冰冷的劍風已經離開他的頸後 驚無名又說了 好, 在女人眼中 一百個死了的英雄 也比不上一個活著的懦夫 那正如在你眼中 一百個死了的美人 也比不上一個活著的女人 那樣的道理 難道你還不明白? 藍衫青年就猛地擦汗 勉強一點點 我...我...我...我明白了 那現在你還想不想死? 不用死, 那當然好了 好, 你總算上通了 我素黎不喜歡說那麼多話 今天說了那麼多 就是為了等你上通這個道理 等你上通這個道理之後 我才好殺了你 蛤? 你...你還要殺我? 我從來只是問 不回答的 只有對快死的人才是例外 不過...不過你既然要殺我 你...為什麼又要說出那些話呢? 因為我從來不殺自己想死的人 你如果本來就想死 我殺你就沒有人了 蛤? 那個藍衫少年狂叫一聲就一劍刺出 但是他的叫聲很挖很短 因為他的手剛剛遞起 驚無明把劍已經插入他的嘴 冰涼的劍風就貼著那條舌 是咸的, 他就嘗到死的滋味了 劍已經入肖 驚無明有一個很奇特的習慣 就是他每次殺完人之後 一定會很快插一把劍入肖 就好像他想著不用再用那樣 因為他知道人家看到那把劍還在鞘的時候 就一定會疏忽大意一點 他喜歡疏忽大意的人 這種人死得比一般人快 林仙儀在旁邊一直看著他 仔細觀察著他每一個動作 在他眼中一直帶著溫柔的笑意 就好像初戀的少女在看著自己的情人 但是驚無明始終都沒有看過他這邊 林仙儀已經擺出最動人的姿勢 在那裡迎接著他 他走了過來 但是還是沒有看他一眼 林仙儀雖然還在那裡笑著 但是瞳孔已經收縮了 他發覺有點不對勁 跟他上過床的男人如果再去見他 那雙眼就好像鵝貓那樣眼金金釘著他 但是這個男人連眼尾都沒有瞅一下他 就好像他身上有毒的那樣 林仙儀就慢地扭動腰肢 看到那兩個抬轎人的眼都直了 根本就沒有看見那些比閃電還要快的劍光 他們還沒有來一次慘叫 驚無明把劍又回回入肖 同時他的人又到了林仙儀的面前 他那雙死灰色的眼睛 還空空洞洞地盈望著遠方 遠方是一片黑暗 林仙儀就輕輕嘆了口氣了 唉, 你怎麼不敢看我呢 難道怕看了我一眼 就不忍心殺我了嗎 驚無明嘴角的肉扯下扯下 過了很久他才大聲說 你怎麼知道我來殺你了嗎 林仙儀點頭 我知道 一個人無論多冷酷 多多情 但是要他殺自己所愛的人 他的神色一定會有些不同的 我只是想問你一句話 我都快死了 你怎麼都會回答我的吧 驚無明又沉默了很久才說 你問吧 對快死的人 我從來不說謊的 林仙儀看見他 我只是問 是誰要你殺死我的 為了甚麼 沒有 沒有人要我殺你 又沒甚麼理由的 一定有 一定有別人的 要殺我的人 一定不是你自己 哈哈哈哈 我知道你愛我 不忍心殺我的 喏 這個愛字在別人的口裡說出來 或者會令人覺得辱馬 但是在林仙儀把嘴裡說出來 這個字好像成了音樂 因為他在說這個字的時候 不僅用了他的嘴 用了他的舌 還用了他的手 他的大腿 他的腰肢 他的眼睛 要說這個愛字 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有些人不想說 有些人不敢說 有些人一輩子都學不會應該怎麼說 世上都怕沒有人會說得好過林仙儀 這是我們的主 여기까지 他人說一聲 今天幾乎聽見他的骨子躲遢 音樂 不過他面上還是毫無表情 反而冷笑一下說 你真是知道, 你有把握嗎? 我有把握, 你如果不愛我 就不會殺死先頭的那些人 驚無名, 竟然沒有打斷他的話 反而在等著他講下去 林仙怡繼續說 你殺了他們, 是因為你妒忌 妒忌? 只要碰過我的人, 甚至看過我的人 你就想拿他們的命 這些就是妒忌, 就是吃醋 你如果不愛我, 又怎麼會吃醋呢? 驚無名的臉都白白了 我就知道, 我要殺你 你如果真的要殺我 你怎麼連看都不看我呢? 你不敢 你不敢 驚無名沒有動 林仙怡的手就突然抓住他的手 跟著他的人就一捱, 捱了入他的懷中 他的手呢, 又從驚無名的手臂上 就一直線上他的胸膛, 任聲勢地說 你如果拿不定主意的, 就帶我去見他吧 林仙怡的手臂動得很靈巧 而且還知道應該在什麼地方停住 搞到驚無名連氣都很難透得到 你, 你要去見誰? 去見那個, 要你來殺我的人 我一定可以讓他改變主意的 說著說著, 他就咬著驚無名的耳朵 細細聲喚 你放心吧, 我不會讓你後悔的 驚無名還是沒有看他 但是慢慢轉頭, 看著那片黑咪媽的樹林 林仙怡馬上眼賣一輪 啊, 他, 他就在樹林那邊 驚無名沒有出聲, 他也不用出聲 好, 那我就去見他 他如果一定不肯放過我的 到時你再殺我都未遲 驚無名等林仙怡另轉身 這樣才看著他的背影 驚無名那雙死灰色的眼睛裡頭 第一次有了感情 是什麼感情呢? 是歡喜, 是悲傷, 還是灰恨呢? 連他自己也分不清 黑咪媽的樹林裡頭 看不見一點點光 林仙怡雖然不是走得多快 但是幾乎撞到一個人的身上 這個人站在那裡, 就好像有一座山 冰山啊 其實他的身材不算十分高大 但是看起來就令人覺得高不可攀 林仙怡本來完全避得開他的 但是他當然不會這麼笨 哎呀, 整個人乘機就摸入這個人的懷抱了 這個人居然沒有伸手去扶他 林仙怡輕輕休息, 站穩 哎呀, 這裡真是黑啊 好, 好對不起啊 距離這個人不到一尺 他相信這個人一定會聞到他的呼吸 他相信自己的呼吸一定可以令男人動心 聽見那個人開聲了 你可以令驚無名不殺你 用的就是這種法子 林仙怡就眨眼了 要他殺我的人就是你 你就是上官幫主 沒錯, 我告訴你 你這種法子 對我是沒用的 這個人的聲音不冷酷 又不陰心, 平平淡淡, 沒有感情 無論說什麼都在念書 林仙怡眼波流動 那, 我要用什麼法子 才能打動你呢 你有什麼法子 不妨用出來試試 我都知道 你不會這麼容易被女人打動的 但是你為什麼要驚無名殺我先 隨時要殺人的人 不可以有感情 要訓練出一個全無感情的人很艱難 我不可以看著他毀在你手上 但是你如果要他殺了我 那你的損失就更加大了 啊 我給驚無名當然是有用得多了 他就懂殺人 但是我也懂殺人 他殺人還要用劍, 要流血 這樣就低張了 我殺人不止看不見血 還不用刀 他殺人起碼快過你 快固然不錯 這慢有慢的好處 你說是不是 上官金雄沉默了一段時間 他才說 你除了會殺人之外 還有什麼好處 我有錢 我的錢 多到連數都數不清 多到可以令人發瘋的 啊 那好處的確不少 上官金雄把聲 似乎有少少少笑意 因為他很了解錢的用處 他是金錢幫的幫主 林仙兒就說 我還很聰明 可以幫你做很多很多事的 沒錯 你肯定很聰明 笨人是不會有錢的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我當然還有其他好處 只要你是男人 很快就會知道我說的一點都沒有假 只要你願意 所以我這些好處 就全部都是你的了 上官金雄想了牌 才說 我是男人 樹林裡頭已經開始有毛 驚無命全身被霧水濕透了 他還是動不動地站在那裡 好像完全麻木了 霧好口 什麼都看不見 哈哈哈哈 是什麼聲音呢 是心吟還是喘息呢 是林仙兒在那裡笑 哈哈 你果然是男人 而且好像 好像你這樣的男人 世界上很少有 我真的想不到 你會是這樣的男人 聽見上官金雄說 因為你是這樣的女人 所以我才會是這樣的男人 他的聲音居然還是這麼平靜 的確不容易 聽見林仙兒又說 就快天亮了 我要回家了 為什麼 因為有人等我 誰 阿菲 你一定會聽說過他 很奇怪 為什麼還沒有殺了阿菲 你殺人的確太慢了 我不殺得他 又不敢 為什麼 因為我殺了他 李尋寬一定會殺我的 上官金雄忽然不出聲 林仙兒又說 唉 我知道你沒有殺死李尋寬 不是就不會要驚無命來殺我 你就是想驚無命去對付李尋寬 所以才怕他的人變得軟弱 你是不是很怕李尋寬 唉 簡直怕到沒辦法形容 他給我怎樣 他比你更可怕 因為我可以打動你 就絕對沒辦法打動他 唉 他那種人什麼都不要 這些就是他最可怕的地方 哼 他也是人 他一定會有弱點的 他唯一的弱點就是林思音 但是我也不敢用林思音去要脅他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我沒有把握 照李尋寬有刀在手 我無論做什麼事都沒有把握 唉 所以他不死 我就欲不得其正 你放心 他沒有多久的命了 無散 驚無明還是動都不動地站在那裡 他那張死灰色的眼睛 正茫茫然地看著一滴霧水 從他無邊滴了下來 他似乎沒有看到上官金雄一個人走出樹林 上官金雄也沒有看他一眼 不快不慢地從他前面走過 隨便說聲 今天有霧 實在是好天的 驚無明沒有出聲一段時間 但是後來才說 今天有霧 實會好天的 他突然轉過身 不快不慢地跟著上官金雄身後邊 兩個人一前一後 突然都消失在淡淡的神霧之中 喏 上官金雄和驚無明 都是武林中一對絕頂高手 現在驚無明看著自己的情人 投入上官金雄的懷抱 他會怎樣呢 要知後事如何 請聽下回分解 還 按下回分解 神霧之中 乘英充 實在